透过共享厨房的概念将传统美食推向国际 美法业与小吃业如何链接在一起 餐饮管理集团以共享厨房的概念 将拥有30多年历史的夜市绿豆汤走向国际连锁 让台湾小吃不仅仅是在地化的美食 我们当初在一开始创立的时候 我们就是秉持着希望可以把台湾的这些传统美食 带到国际舞台上面 所以目前我们在接下来也要导入在海外的部分 导入这个共享厨房 对 共享厨房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来去帮助这些台湾传统美食 可以在外地跟国外 然后可以更快的落地跟发展 其实一般的传统美食都普遍会比较缺乏 就是我们讲最直接可能就在品牌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去协助这些传统美食 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然后并且让他们可以发展到海外的国际舞台 其实一开始也是希望是说真的可以回遍这片土地 因为说真的台湾的传统美食非常非常厉害 享誉国际 可是却一直往往都被埋没 那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美食 让世界看见台湾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回馈给台湾这片土地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辅创立两年多的餐饮管理集团 期望协助台湾传统小吃建立品牌 并以企划行销方式将台湾传统美食推展至国外 让台湾小吃可以更快的落地与发展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峰高雄采访报道